在市议员陈时可来陪同之下 东海学生高举看板要市长胡志强踹共 原来是胡市长在3月初的市政会议当中 竟然把原本答应要推动的工业区空屋条例直接挡下来 这让位在工业区附近的东海大学大为不满 在游行的当天 然后市政府的代表也再一次的向所有的学生承诺 说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完成修改议位排放标准 可是结果就是说过了几个月后 大概是在3月5号那天的市政会议上 那个草案已经被草拟完成了 可是胡志强市长竟然在那个会议上就把这个草案给挡了下来 那我们要对此要提出最大的谴责 去年在耶旦节前夕 东海大学有上百位师生集体走上街头 抗议台中工业区空气污染严重 让学校里的师生每天都要忍受难稳的恶臭 党史环保局承诺修法提高空气污染标准 不过市政府似乎受到许多来自工业区厂商的压力 才会让原本已经拟定了法案胎死腹中 在上一周的市政会议被我们的市长挡了下来 那今天我们东海的学生非常的不满 所以今天来这个地方开这个记者会 想要对社会发出声音 想要对市长发出呼吁 就是说市长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市府是跳票的 那学生们希望市长可以对学生做一个更好的承诺 对台中市的污染可以做更好的控制 我们预定在4月5号 我们会邀请工业区的代表 还有学校的代表 那针对我们原本你的这个草案 再进一步的协商 那在完成这个 医味加盐标准的这个方案通过之前 我想我们环保局会针对历年不合格的厂商 加强做这个机查检测的工作 环保局表示 目前这些污染源工厂都已经遭到停工处分 必须限期改善 不过学生认为这样只是治标不治本 杨岩如果胡市长继续维护厂商利益 却不顾民众健康 大家一定会再度走上街头 抗议到底 记者洪教 他做什么的